南唐是五代时国时期李变在江南地区建立的王朝 说起南唐呢大家第一印象恐怕是南唐后主李玉 大词人嘛写了很多经典的词 其实李玉就是李变的孙子 在南唐历史上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南唐的开国皇后 也就是李玉奶奶的故事 她一生的经历堪称传奇 没关注的朋友欢迎点击关注 以后就能更方便的看到我们每天的视频更新了 欢迎您 这位皇后叫宋福金出生在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 她的家乡在江夏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武汉 当时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因此宋福金还小的时候父母就在战乱当中去世了 小小的宋福金成了孤儿 只能跟着逃难的人们四处漂泊 或许是她很小就见了太多的这种生离死别 心智呢也比一般同龄的孩子要成熟的多 宋福金到处流浪 没过多久她遇到了一个人 谁呢 这个人是个将军 吴国的生州刺史 王荣 王荣有一天在路上看到了宋福金 觉得这孩子挺可怜的 全身脏兮兮的 蓬头垢面的 在路边是瑟瑟发抖啊 王荣心生怜悯 就把这孩子抱起来 一看 哎 觉得小姑娘眉清目秀的 而且年纪和自己女儿差不多大 王荣就决定收养宋福金 让她有个家 也让她给自己女儿做做伴 做女儿的侍女 就这样呢 宋福金进了王家 她比王荣的女儿小一岁 两个小女孩一见面就玩到了一起 王小姐呢 性格比较宽容 宋福金呢 又嘴甜会来事儿 慢慢的两个人名义上是主仆 实际上呢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了 王家呢 这是将军门帝 吃穿用度都很好 而且大户人家很注重教育 所以呢 王家请来 人来教女儿读书十字 宋福金就这样跟着 王小姐一起学习这个书画礼仪 出落的是聪明大方 两个孩子就这样相互作伴 一起长大 有一天呢 王家来了个人 就是这个人的到来 改变了两个小姐妹的命运了 来的人是谁呢 是个媒人 他是当时的全臣大将军徐温派来的 目的是为徐温的儿子徐之告 下聘礼 享取王家的大小姐 当时呢 徐家权力很大 王小姐的父亲王荣呢 不敢不答应啊 就这样呢 双方选了一个吉日 就为王小姐和这个徐之告 办了喜事 大家注意哈 这个新郎官徐之告 他不是别人 他就是后来建立了南唐 改名字叫 李辩的 那个家伙 就是后来的南唐开国皇帝 本来如果王小姐自己嫁过去的话呢 也没宋父亲什么事 可是这个王小姐出嫁之前呢 就要求她的父母 一定要把好姐妹宋父亲也带过去 就这样呢 宋父亲以陪嫁丫鬟的身份 跟着去了徐府 故事说到这儿呢 相信很多人可能都猜得到了 就是后来王小姐她不受宠 丫鬟宋父亲反而得宠 最后呢 顶替了她的位置之类的 实际上事实也的确大概就是这样的 可是又不仅仅是这样的 这只是结果 其实呢 历史事件背后有一些 比较复杂深刻的原因 比如人性方面的 比如一些偶然必然性 我们听历史故事呢 其实了解的就是人性 就是人生 就是一些对自己 可能也会有启发的东西 那我们继续来讲他们的故事 王小姐呢 带着她的陪嫁丫鬟宋父亲嫁了 过去以后呢 和丈夫徐之告感情很一般 而且结婚好几年了都没有孩子 古人都很看重这个子嗣 所以慢慢的呢 她的陪嫁丫鬟宋父亲就成了 徐之告的小妾了 这个宋父亲做小妾是自己主动去争取呢 还是当时王小姐和丈夫商量的结果呢 不得而知 反正最后就是 宋父亲很快就给徐家生下了长子 徐明教徐景通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宋父亲和徐之告的感情是越来越好 那么宋父亲一个丫鬟出身 她怎么就能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 被有权有势的丈夫看重 深受宠爱 甚至比正妻王小姐 还有脸面呢 这里面有个原因 因为她和徐之告的出身很相似 徐之告表面上是全臣的儿子 贵公子一个 其实呢 徐之告也不是徐温的亲儿子 而是养子 徐之告出身微贱 从小呢 就跟着亲爹四处流浪了 后来她父亲也不知所踪了 当时她只有六岁 只好在寺庙里当了一个小和尚 七岁的时候呢 她被吴太祖杨行蜜看见 杨行蜜看这个孩子比较懂事 就把她收为了养子 长大一些之后呢 徐之告长得一表人才 据说是封神俊朗 姿茂归特 杨行蜜是更加喜爱了 可是杨行蜜的亲儿子们那不干了 特别讨厌她 经常没事找她的麻烦 欺负她 杨行蜜没办法 只好把她交给大将徐温来抚养 这才取名叫徐之告 所以您看 这徐之告的身世 是不是和宋福金很相似呢 他们都是孤儿 他们都寄人离下过 而且都必须要学着去察言观色 讨人喜欢 手脚勤快 动作麻利 这些应该说都是基本技能 我们可以来看看 徐之告讨好养父具体怎么做的 他做了徐温的养子以后呢 特别孝敬徐温 有一次徐温病了 徐之告是寸步不离 整天整夜的守在床旁边照顾 甚至端屎端尿 一连几个月 一直守到徐温康复 他这些做法 不管是出于对养父的感激 还是寄人离下的孩子 不得不表现出来的那种 乖巧懂事 总之都做的挺不错 打动了徐温 就这样呢 徐之告越来越得到 养父的器重 甚至对他的喜欢 超过了对自己的亲儿子 宋福金这边也是一样啊 他从小就锻炼出来了 干活麻利 会讨人喜欢 所以这个徐之告 遇到宋福金 就好像是命中注定似的 他们都有类似的经历 都聪明懂事 都懂得隐忍 所以两个人比较有共同话题 感情是越来越好 宋福金一口气 给徐之告生了三个孩子 两个人越过越顺 是恩爱有加 在这样的时刻呢 有一个人是最尴尬的 这个人就是 徐之告的正妻王小姐 如果说他心里一点也不难过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宋福金是他的陪嫁丫鬟呀 徐之告是他的丈夫 可是这两个人越过越好 一口气生了几个孩子 其乐融融 而他作为正房夫人 却像一个局外人 他本来身体就不太好 再加上心情抑郁 很快就开始生病 几年之后就一病不起 撒手人寰了 王小姐一死呢 徐之告直接把宋福金 扶成了正妻 成了正牌夫人 这是人生际遇啊 看到这里呢 可能有朋友会想到 这个韩瑶妇里面的句子 那叫 时也 运也 命也 而且宋福金的好运 还没有到头呢 他精明强干 对儿女 对奴仆管理很严格 把家治理的很有法度 据说见者 无不探服 不仅如此呢 他升级成为女主人以后 开始端正自己的言行 平时从不随便说笑 深受徐之告的敬重 由于宋福金持家有方 徐之告能够专心的做大事 南乌顺义七年 也就是公元九百二十七年 徐之告的养父徐温病逝以后呢 徐之告趁机篡夺了军政大权 并大肆吐鲁 贬斥反对者 徐之告大权在握 宋福金还在背后为他出谋划策 要怎样去收拢人心 宋福金让徐之告知人善用 让有才能的人走上仕途 发光发热 他还派人寻访打探民情 对遭遇天灾人祸 困难生活的百姓呢 及时出手援助 他们两夫妻都很精明 又都受过苦 深知怎么样才能带领好百姓 也让下层百姓喜欢 久而久之呢 越来越多的人拥戴徐之告 他也就顺势而为 在天作三年逼迫南乌皇帝善位了 后来徐之告又改国号 为唐 史称南唐 那么大家可能就不明白了 他为什么改国号为唐呢 他说他自己是唐朝皇室的后裔 还煞有介事地恢复了自己的本性 姓李 把名字也改了 叫李辩 其实这恐怕是一种给自己贴金的方式 毕竟他出身卑微 因此他这个唐朝皇室后裔 可能大概率是假冒的 大家认为呢 李辩称帝之后呢 很快策略宋福晶做了皇后 他的大儿子徐锦通则改名叫李锦 被策略为太子 李锦就是后来的南唐宗主 也就是李玉的父亲 宋福晶从一个陪嫁丫鬟 一飞冲天成了六宫之主 堪称传奇 当年宋福晶的主人王小姐得到什么封号呢 他因为和李辩的感情不深 而且去世的早 所以只追封了他一个顺飞 看了这段故事 不仅会感叹历史的纷繁复杂 也会感到人生命运的起伏不定 还有在孩子的教育上 或许也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从小在蜜罐里泡大的孩子 生存能力可能的确是会差一点 您看这个宋福晶比小姐就更坚韧 这个里面呢 也比他养父的那些孩子们 更有手段 更有能力 也更有诚服 这或许都是苦难带来的一种馈赠吧 那么您还想到了些什么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 我是宁希 我们下期再见